哇 這裡 這裡就是元宇宙嗎 感覺 好真實 這是我的手嗎 這是善無英語啊 你們都說白虎是妖孽 欸這個節目效果有了 剛剛看到你的裤當 那邊有個紫色的圓球 是什麼來的 定位球啊 喔喔喔 我以為是你的角色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姐夫是什麼聲音啊 鼠標 神經的聲音 我們開鼠標 鼠標正好點在奇怪的地方 這種情況也是有 也是挺多的 欸幹嘛幹嘛啊 對啊你們幹嘛啊 這要在什麼爛啊 綠色直播間啊 這個是綠色直播間 終於看到神老師摸起了 他壓在卡住我了 你不用動 我動 殘什麼鬼話啊 好奇怪啊 我好了 等一天到我們家姐夫好了 姐夫是懂直播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元宇宙電台 我們是一個 VR玩家的直播閒聊電台節目 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媽咪阿姐夫 欸 沈憶塵 走開走開 你擋住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一流是這裡 欸對 現在最好了 沈憶塵 那就說沈憶塵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沈憶塵 接下來是大神評測室 郭郭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大神評測室 大家好 這裡是親以VR 菲菲 最後是我們的導播 錄播機 枯頭老師 歡迎 不過今天導播是 沈憶塵 今天正好各位呢 都對這個 VR社交類的應用或者遊戲 有一些感受 所以我們湊一個 VR社交主題討論 選了一個自己最喜歡的 社交類的VR應用 觀觀是最近在玩那個 青世界 看到沈憶塵現在這個畫面的 大家也知道他應該是 沈迷VRZ 對吧 VRChat 這兩個應用就被他倆 占去就好了 咱們選好陣營 開始決鬥吧 青世界呢 它的平台就是Pico 如果你是Pico Neo3 Pico4 Pico4 Pro 應該是都可以去玩的 是在它上面的一個免費的一個應用 這個社交軟件 其實怎麼說呢 就是跟VRC 有點像吧 但是呢 它的畫面肯定是完全不如VRC 玩家也可以去自定義場景 然後呢 自己去改模 這些權限都是放開的 但是呢 模型的精細程度 這個你們也知道 一體機嘛 能跑就不錯了 可以跟你們說一些 它很明顯的限制 比如說一個房間 最多只有16個人 在很多圖裡 可能這個遊戲 可能只能跑到60多幀 或者50多幀 40多幀 這個都有可能 因為受限於它 這個比較爛的性能 我覺得這個青世界 有幾個優勢啊 第一個就是 它的自定義的模型和改模 包括它的場景的這個那什麼 非常簡單 不需要我去 這個學一些基礎的引擎的知識 對吧 尤其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你看我其實已經失去改模的興趣了 就是這個真正的三到六年級的小朋友們 對於他們來說呢 他們肯定不懂Unity 但是呢 他們自己改模 其實也改出了很多高質量的模型 道具 道具其實在青世界裡也很重要嘛 物品啦 然後一些飛行器啦 對不對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第二個就是那個方便嘛 它在國內 不需要任何網絡的問題 不用我去開PC 不用我去動機站 Pico自己其實也有一些比較廉價的方案 對不對 比如說面部 你可以買Pico4 Pro 其實加不了多少錢 體感追蹤器也在測 自然那個效果吧 就很爛嘛 不如史萊姆吧 這個你們是懂的 能不能用 能用 對吧 來沒來 如來 就200塊錢 你就不要要求別的了 我這個人在VR裡純粹就是聊天 幾乎不在乎是什麼場景 然後什麼模型 對我來說這都不重要 我需要的就是那種 別人叫我 對吧 我30秒 或者一分鐘之內 能出現在你場景裡 然後就開始聊天 我現在平時基本上每天都會上 一般是晚上11點 然後上線 一般可能到1點或者2點 大概就是這麼一個使用比例 其實還挺高的 就是白天處理完事了 半夜然後看人都來了 就大家一起上線聊聊工作 聊聊別的做做遊戲 前兩天在青世界裡玩了你話我猜 玩了一些他們自己設計的一些 跟場景有關的一些小遊戲 我沒有收Pico的錢啊 目前這個青世界如果看到可以打一點 VLC玩家沈一誠 沒有沒有 其實VLC 剛才那個黑是怎麼回事 是這些動作你知道嗎 軟軟痕跡非常濃重 沒有沒有沒有 就其實就是 玩了VLC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沒有表演 但是現實裡我不會 小光說那些VLC都能做到 就有一些改模具的比較麻煩 最早是找人改 但實在是價格有點太貴了 嘗試去學了一下 反正就現在就開始 自己改模了就改成這個樣子 剛入手會麻煩一點 但是難度其實真沒那麼高 直播間那個手啊 你都直接出了我的畫框了 很酷炫 我找這麼大了 對對對 我刻意把你放大一點 之前我不是做了一些外設嗎 比如說面補 比如說上VR 比如說上全身 其實目的是為了給別人更多的信息 在一個遊戲就沒那麼真實的前提下 人會不自覺的通過這些方式 想方設法的給別人提供信息嗎 服務大家嘛 因為你做的樣子 你自己看不到 這個我要跟你講 就是VRC裡面有東西叫鏡子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雖然我看好像前面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在這個位置 有一面鏡子 然後我能看到我的表情 你的眼錐 比如說你看著鏡子 你看你自己眼你慢慢閉上 這個反饋是非常棒的 就是感覺好像 你就是那個虛擬人物 然後你真的睡著了 你玩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VRC玩家 大家都會在一面鏡子前面 大家都坐在那邊 大家大家去聊天 對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大家會想 哇哇我怎麼這麼可愛 其實我玩VRC最重要的 還是有很多朋友認識在裡面 這個感覺真的很棒 就其實我在現實生活裡面 周圍就是線下的朋友 能經常見面的朋友不多 因為我想不在我自己的城市 一些新認識的朋友 也不是說不好 就他們都很好 但是可能不是所有話題都能聊得來 但是你在網上 你能跟別人聊天 而他就在你旁邊 就很真實的這樣一個人 這種反饋就很棒 而其次就是自己 哇我怎麼這麼可愛 你的表情上了 在玩VRC的幾個月 睡覺也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東西 那是 哎等會兒 我就好奇你怎麼能戴得住呢 就是這樣 我可以直接倒在下面 只要有一個比較軟的枕頭 插一個墊一晚上就過去 這面照很熱 或者說 我面臟換了 其他第三方的就好很多 我其實地圖玩的不多 還講睡覺 這個睡覺呢 它就類似什麼感覺 在宿舍裡面 就是你有幾個室友 然後你們可以在床上來一起 聊聊天有的沒的睡前聊兩句 然後聊聊聊 有的人睡著了 有的人在一個大合唱什麼的 對對對 我有幾次網開賣了 然後被人錄下來 其實我也發現了一個現象 玩VRC或者玩青世界 然後就是他們可能會玩完了都覺得很無聊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 你首先需要一個人帶著你去玩 或者說你你比較涉扭 你一定要形成一個你固定的一個社交圈 就無論是VRC還是青世界 不然真的很無聊 那種小孩特別多 你可能真的沒法跟他們聊 但是你看 我在青世界可能有幾十個 就是其實跟沈老師差不多 所謂的線上的好友 無論是VRC還是青世界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的原理是類似的 對有些原理是一樣的 我最開始其實玩那個青世界 其實也不願意 我也是就看了眼就跑 帶著那個Picos Pro 然後跑到青世界裡去 到處跟人扯淡 他們扯淡的時候就會發現 你是不是Picos Pro 你是不是UP主 什麼之類的 說了之後 大家可能就是有些人會加你好友 會拉你進來聊天 然後久而久之 可能你會跟他周圍的人 包括跟我周圍的人 對吧 大家會有比如說幾十個人 然後互相認識了 社交關係的擴展的自然流程 對 VRC其實也是這個狀態 小冠你這麼一說 我也是因為Picos Pro 才開始玩VR千 哈哈哈哈 這期不行 這期必須得是VR千啦 對不對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眼睛面部 這個現在對我來說是 選GovVR非常重要 很重要啊 這個體驗是很好 就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你不是一個人 本質上都是一個 找到同好的 互相陪伴這個媒體 是 是 這個東西無論畫質 當然我肯定VRC更好 因為我也不是不玩VRC 在VR裡 然後有人跟你在一起 然後大家有共同語言 這種社交關係 其實是平面的這種遊戲 或者說是軟件 對吧 這種是完全感受不到 對這種感受也很難描述 但是你就會有一種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對 然後你可能就會花很多個小時 而且有很多好友 我是真的在線下見了 就是最後是真的成為好朋友 就是在線下也會一起出去玩 一起聊天 什麼交友的成本大大降低 在白天你依然可以上班 然後晚上回家 晚上回家 你搭上VR一躺 然後你可以認識心裡 網上交朋友 很多時候還是靠文字聊天 配表情 其實是一種另外一種交流 所以交友的結果可能也不同 但是在VRChat這類的 或者說VR的程序裡面 它更像是在現實世界中的那種交流 對 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 是的 對 那種VR裡的聊天 跟你哪怕是打電話的感覺 視頻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更合法跟文字了 那完全就是兩個東西 而且它其實成本很低 因為你就是一點電費 你不需要專門找一個場地 這樣的話其實理讀上 沈老師現在即使是躲到深山野田裡面 也不影響他的社交生活 也不孤獨 對 只要有電就行 有電有網就OK 沒有問題 這樣的話其實也是體現出 我們說VR不一定是社交本身了 就是VR大家都說他好在哪 不就是好在這兒嗎 就是節約成本 你不用出差 就可以跟人像面對面一樣溝通 但是這是理想中的狀況 現在還做不到那麼好 對 如果說青世界能做到VRC的水平 嗯 哇 那就 就快跑得了 這個 那就不可思議了 參加你們這節目我怎麼報名啊 就聯繫我們任何人都可以報名 聯繫我們現在在播的up主都可以 那就直接加入我們今天的元宇宙吧 所以說真的請客 感谢观看